大年初一走春 即使台北街頭下整雨 仍可以看到不少民眾撐著傘 也要來西門町逛一逛 過年假期 民眾想出門透透氣的心情 沒受天氣影響 即使現在每天都有十多例確診 也沒再怕 人潮還OK 我比遺忘少一點 也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有打疫苗關係 確實西門町商圈的人還算少 但台北其他景點就不同 從人流警示燈耗系統來看 截至2月1號下午4點 冒空跟北投的陽明公園 遊客數略多 內湖的白石湖休閒農業區 人潮更顯示己爆 直至現在人事防疫期間 也有景點嚴格管制 台北市一例動物園 重啟分流參觀措施 早上9點到中午12點 即12點到下午4點 各限制8000人入園 還需要提前預約 但也另外提供800個名額 可以現場報名 而如果不想在外面走走逛逛 也還有室內可以選 或許是外頭下至雨 有人選擇不逛街 而是來電影院殺時間 直至台北市影城飲食禁令 2月1號生效 不能邊看電影邊吃東西 雖然餐飲部人正常營業 也還有民眾買食物 但進入影廳時 就不能拿出來吃 肚子會餓啊 然後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真的不在意 因為已經已經兩年了 疫情沒退 因為疫情已經已經兩年了 所以只要整個規定 都很適合 我認為大家都可以 跟進去 疫情沒退 規定不得不遵守 現在只要能出門 走馬看花 都是民眾生活的小確幸 環宇新聞 郭思文李定強 台北採訪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和 台灣in or out 每週四晚間九點 環宇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